欢迎收听煮茶品读 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 今天和您分享散文 静中人 作者杨将 静中人 相当于情人眼里的义中人 谁不爱自己 谁不把自己当作最知心的人 谁不体贴自己 谅解自己 所以 一个人对镜自照时 看到的自己 不必犯自恋痞 也往往比情人眼里的义中人 还中意 情人的眼睛是瞎的 本人的眼睛更瞎 我们照镜子 能看见自己的真相吗 我屋里 有三面镜子 方向不同 光照不同 照出的容貌 也不同 一面镜子 最奉承我 一面镜子 最客毒 还有一面 最老实 我对 我对奉承我的镜子说 别哄我 也许 在特殊情况下 例如 灯下 看美人 一刹时 我会给人 一个很好的印象 却不是我的真相 我对最客毒的镜子说 我也未必 那么丑 这是光线 对我不利 才显得 那么难看 我不相信 我就是这副模样 最老实的镜子 我最相信 觉得自己 就是镜子里的人 其实 我哪就是呢 假如 我的脸 是歪的 天天照 看惯了 就不觉得歪 假如 我一只眼大 一只眼小 看惯了 也不觉得了 好比老伴 或者老朋友 对我的缺点 习惯了 就视而不见了 我有时候 也照照那面 奉承我的镜子 聊以自卫 也照照那面 最客毒的镜子 注意自我修饰 我自以为 颇有自知之明了 其实远没有 何以见得呢 这需用实力 才讲得明白 我曾用过一个 很丑的老妈子 姓郭 钱中书曾说 对丑人 多看一眼 是对那丑人的残酷 我却认为 对郭妈 多看一眼 是对自己的残酷 她第一次来我家 我吓得赶忙躲开了 她丑得太可怕了 缩着脸 中间宽 两头窄 两块高颧骨 加这个小尖鼻子 一双肿眼泡 麻皮 皮色是刚脱了家的 嫩肉色 嘴唇厚而红润 也许因为有些紧张 还吐着半个舌尖 清汤挂面式的头发 很长 疏得光光润润 水淋淋的贴在面颊两侧 好像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 她是小脚 一步一扭 手肘也随着脚步前伸 从前的老妈子 和现在的阿姨不同 老妈子有她们的规矩 偷钱 偷东西是不行的 可是 买菜开油 是招列规矩 称蓝口 如果这家买菜多 那就是油水多 蓝口好 我当家不精明 半斤肉 它包一斤 我也不知道 买鱼 我只知死鱼 活鱼 却不知是什么鱼 所以 郭妈的蓝口不错 一个月的蓝口 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她讲工钱时要求先付后座 我也答应了 但过了一两个月 她就要加工钱 给我脸色球 如果我视而不见 她就摔盘子 摔碗 嘟嘟囊囊 我给的工钱 总是偏高的 我加了工钱 祝她别说出去 她口中答应 却立即传开了 然后对我说 家价都涨 不止我一家 她不保密 我怕牵连别人家 就不敢嫁 所以常得看她的脸色 她的审美眼光 却高得很 不顺眼的 好比眼里 容不下一粒沙子 一次 她对我形容 某高干夫人 一双烂桃眼 两块高颧骨 夹着个小鼻子 一双小脚 走路扭搭扭搭 我惊奇地看着她 心想 这不是你自己吗 我们家住郊外 附近没有干净的理发店 钟叔和女儿 让我为他们理发 我会理发 我自己进城 做个电烫 然后自己做头发 就可以一年半载 不进城 可我忽然发现 郭妈的清汤挂面法饰 也改成和我一样的卷了 这使我很惊奇 一次 我参加宴会 遇见白羊 她和我 见面不多 确实很相投的 她问我 你的头发 是怎么卷的 我笑说 我正要问你呢 你的头发 是怎么卷的 我们各自讲的方法 原来是同样的 不过 她是墨衣书往里 我是往外书 第二天 我换了白羊的法饰 护解郭妈 也同样把头发 往里卷了 她没有殿堂 不知她用的什么方法 我不免暗笑 必学夫人 可是 我再一想 郭妈是必学夫人 我 岂不是夫人 学明星 郭妈有她的专长 真现好 据她的规矩 缝缝补补 是她的分内事 她能裁剪 可是 绝不肯为我裁剪 这点 她很有理 她不是我的裁缝 但是 我自己能裁剪 我裁好了衣服 她就得做 因为 这就属于 缝缝补补了 我娶她一技之长 用了她好多年 她来我家不久 中书 借调到城里工作了 女儿 也在城里上学 住宿 家里 只我一人 如果我病了 起不了床 郭妈 她定不来问一声病 或来看我一眼 一次 她病倒了 我自己煮了粥 盛了一碗 端到她床前 她惊奇的 好像我做了什么怪事 从此 她对我渐渐改变态度 新上市 都和我讲了 她掏出贴身口袋里 一封膜的快烂的信 给我看 原来 是她丈夫 给她的修书 她丈夫 是军官学校毕业的 她有个儿子 在地址勘探队工作 到过我家几次 相貌不错 丈夫上军官学校的学费 是郭妈娘家给出的 郭妈烧去丈夫 墨逸学期的学费 就得到丈夫的修书 修书上 那虚伪 肉麻的劲 真叫人受不了 我读着 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那位丈夫 想必是看到郭妈 丑得可怕 吃惊不小 结婚一两个星期后 就另外找了一个女人 也生了一个儿子 郭妈的儿子和父亲 有往来 也和那个小她 一两个月的弟弟来往 郭妈 每月给儿子寄钱 每次都是她工资的两倍 这儿子的信 和她父亲的修书 一样肉麻 我最受不了的事 是每月得起着鸡皮疙瘩 为郭妈读信 并回信 她感谢我 给她喝粥汤 我连她 丑得吓走了丈夫 我们之间的感情 是非常微薄的 她太欺负我的时候 我就辞她 她就哭 又请人求情 我又不忍了 因此 她在我家 做了十一年 说实话 我很不喜欢她 奇怪的是 每天看她对镜梳妆的时候 我会看到她的镜中人 她身材不错 虽然是小脚 在有些男人的眼里 可以说是鸟浓风流 眼泡也不觉得肿了 脸也不麻了 嘴唇也不厚了 缩着脸也平整了 她每次给我做的衣服 我总额外给她报酬 我不穿的大衣等 还很新 我都给了她 她羞羞改改 衣服 愁里愁面 大衣也称身 十一年后 我家搬到干面胡同大楼里 有个有名糊涂的收发员 看中了她 老抬头凝望着我住的三楼 她对我说 你家的保姆很讲究呀 幸亏郭妈只是帮我搬家 我已辞退了她 微促成这糊涂收发员的相思梦 我就想到了 镜中人 和义中人的相似和不同 我见过郭妈的镜中人 又见到这糊涂收发员里的义中人 对我启发不小 郭妈自以为美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她和我的不同 也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的不同罢了 镜子里的人是显而易见的 自己却看不真 一个人的品格 她的精神面貌 就更难捉摸了 大地自负是怎样的人 就自信为这样的人 就表现为这样的人 她在自欺欺人的同时 也在充分表现自己 这个自己 不敬于水 而敬于人 别人眼里 她召见的 不就是她表现的自己吗 谢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您关注我 也欢迎您到评论区留言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